说起八十年代的演员李秀明,大家一定会联想到他的作品《甜蜜的事业》,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许茂和她的女儿们。 李秀明是七十年代中后期到八十年代中国演幕上曾经闪烁的一颗耀眼明星,她在当时深入人心的程度,是现在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其实,乱象貌,李秀明不算特别漂亮,但是,在体制上,她可以毫无争议地获得满分。 她以春苗中清新的形象走进人们的视野,她的一双眼睛最为美丽动人,清澈得如同山泉。 她被影响最大的一部电影是《甜蜜的事业》,伴随那首著名的歌曲《电影》中,李秀明那让人盯大双眼的慢动作,不知给多少人的梦中增添幸福。 后来,她退出了影坛,散出了人们的视野,众多媒体也一直搜寻她的情宗。 据知情人透露,她以这笔金盆洗手,人在加拿大,只想过普通人的日子,愿在加拿大的李秀明,守着丈夫合一,双儿女,每到周末,她都要去商场购物,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儿子的玩具,女儿的衣服,老公的鞋子,以及全家的食物。 回到家里,看着家人各自搬下自己喜欢的东西,李秀明满脸的满足。 如今李秀明已经64岁了,现在已经迷居加拿大生活,从流出的照片看来,李秀明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丝老态,还是那么的优雅。 笑容依旧那么的具有感染力,一头卷发显得格外具有女人味,比刘晓庆年轻多了,真是美了一辈子。 五十七点呦 五十七点vacc ded